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多元文化 今天我带大家到崔勒的市政厅地下餐馆享受美食 自1378年以来,崔勒历史悠久的市政厅酒窖一直供应酒类 当时的三个公爵授权于市政厅议员允许在酒窖储存酒和其他物资的权利 但是每半瓶啤酒的费用要交税 盖有三位公爵印章的文件,安全地存放在崔勒市档案馆保险柜中 没有其他市政厅酒窖可以出具这样的证明 这里不但环境舒适,而且味道也不错 德国稍微讲究一点的餐馆,菜单和酒水单都是分开的 这样您会有更多的选择 今天我们俩人都选择前餐正餐后餐在一起的美女 每个人24欧元 当然也有四道菜的美女,或者您只点一道菜,都可以 这里应该是典型的德国餐 我一般只喝茶,这里的茶3欧元一杯 我先生一般喝红酒,红酒0.2-0.3毫升大概是7-10欧元 这里的壁画出于1883年在柏林出生的艺术家瓦尔特·米格之手 令很多客人感到欣喜 好,现在肉丸蔬菜汤上来了 加一点法国面包 汤中的白色小丁是用蛋清和牛奶混合烙制而成 味道还真的不错 我先生的正餐是烤鸭腿,红菜加上土豆 我的是红菜鹿肉 把土豆泥炸成条 甜食就是一个香草冰激凌 樱桃,覆盆子,李子,还有蓝莓熬成的汁 非常甜 好了朋友,今天用餐完毕 一共花了70欧元 您觉得价格可以接受吗?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请您关注我 我是枫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拜拜 拜拜